安妞 你是在收看是Olivia Oh Oh 我是Olivia Oh Oh 今天這件內容是要跟著Jazz一起做這件裙子 我覺得這件洋蔥非常的可愛非常的輕鬆 看起來也算是簡單的感覺 所以我想說來挑戰看看 Jazz他做衣服的方法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身形 就是三圍來做 這也是為什麼我很崇拜他的原因 但其實中間還是遇到很多我覺得我不太明白的一些小地方 建議大家先去看Jazz原版的那個影片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再回來看這個影片應該就可以了 我會把我自己的想法跟心得 還有我覺得可以補償的地方 一併在影片當中跟大家分享 好那我們來看怎麼做吧 按照Jazz的算法 你會需要三公尺的布 但我這邊只買到布的尾端剩下兩公尺左右 但按照成果來看 我覺得兩公尺其實綽綽有餘了 按照Jazz的算法算出我大概需要的布 這邊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所謂的肩膀到肚臍應該是指肩胛骨到肚臍的長度 再來遇到的問題就是我買的這塊布實在是太透光了 所以我決定背板跟前面的布料要分開來剪 然後前面的布料要做兩層 所以我先把背板先剪出來 為了知道等一下的這塊前面的布要長什麼樣子 先等比例縮小在紙上先做個模擬 我發現他剪去的布料其實蠻多的 應該就是拿那些布料來做斷帶之類的 所以前面重疊的部分左右兩邊會各兩塊 做完之後就可以剪裁袖子跟裙子 再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手掌的大小做一個 最適合自己的手掌大小的口袋 再來就是滾邊條的部分 我大概準備了兩公尺左右的滾邊條 這邊有一個想法 如果大家的胸部比較大 或者是胸型比較適合有剪裁過的版型的話 那前面這兩塊比較適合做一個胸線或者是腰身的摺紋 我自己最喜歡的這部分就是這個袖子 我覺得他的版型真的還蠻神奇的 如果可以改進的話 我會希望在袖子的開口的部分再做大一點 或者是改用鬆緊帶 再來就是這件裙子最主要的一個折皺的部分 除了在袖子之外 還有在肩膀跟腰身裙子那一部分 都有做這樣子的技巧運用 那這邊就不多做解釋啦 袖子口的部分就遇到了一些問題 因為他原本的斷帶只有三公分 所以在縫的時候在接合的時候 比較建議在0.5公分的地方縫 不然因為布料的厚度的關係會很難反折兩次 但除此之外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 我就把它拆掉再重來一次就好了 接下來就可以把上衣的部分做好 就是把袖子接上去 就正面對正面 然後縫在這個V字型上面 在縫這個的時候我都比較喜歡 在有缺口或是縫線的地方先對齊 然後再縫兩邊固定 接合好袖子之後呢 肩膀這兩塊要做折皺 折皺這個大小它好像沒有特別說明 最後我是採用總共兩邊縮小到6公分 穿起來會比較適合我 那大家應該就是先做好折皺之後的試穿 然後抓到自己最適合自己身形的一個尖距之後 就可以用包邊袋把這個前面的開口全部收編 收起來 這邊Jazz也沒有特別講 我也沒有特別去想過 可是這一次做完之後我覺得 這個包邊袋的做法應該是先縫在裡面 然後往外翻折兩次 再縫一個平針會比較適合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 我知道我的最後一針留在外面會比較好控制它的線的位置 所以最後一針留在外面 所以就是線縫裡面 那上衣的部分就把重裂的部分 就是下緣這一小塊 縫合在一起就好了 我真的覺得這個口袋不可能放手機這麼重的東西 所以應該只是手怕冷或者是尷尬的時候 可以放進去用而已 所以手放得進去為主 把口袋跟裙子結合在一起 變得很像一隻狗的耳朵 之後呢就把前後兩塊的裙子 沿著那個耳朵的形狀 縫合在一起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把口袋的整個開口 變得比較小一點 那這邊特別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手掌的厚度 是不是可以很舒服的把手 放進去這個你留的洞口 到口袋裡面 如果試過覺得OK 那就沒問題了 裙子的部分就剩下兩個步驟 下擺跟上緣 下擺的部分就往內翻折兩次 縫一個平針就可以了 上緣的部分就用同樣折皺的辦法 就縫一條平針把它變得很皺 就可以接合上面的上衣 變成一個完整的洋裝 那這件洋裝就做完了 因為Jazz的關係我覺得這件洋裝做起來特別輕鬆 不知道過程當中有沒有 我忽略掉 但你覺得可以在補強的地方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問問題 那麼今天這集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集影片的話 你可以給這集影片按讚 如果你想看更多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安妞